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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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來了 已經回不來了 說完了這句回憶 你不是換官嗎 怎麼生意沒變 是不是沒善乾淨 乾淨了 絕對乾淨了 小人聽說要想讓聲音有變化 必須從小閹割才行 小人也四十歲 聲音不太好變了 可我覺得你不像個換官 那小人捏著嗓子跟大王說話 小人難受點沒關係 不能讓大王的耳朵不舒服 那更難聽了 大王若是不允就算了 母后悶死在宮中 盡早隨你父王去了 大王 母后想出宮一段時間 你換換心境 也還可以 是該出去走走了 母后 你現在太胖了 大正宮一直閒置 那里有山有水 氣候宜人 我幾代先王均在那里安息 不如就去雍城這塊風水寶地 離仙陽城也不算太遠 兒王有事跑去見母后 丈兒真是懂事 為母后安排得如此周到 小人也謝謝大王了 輪到你說話了嗎 不過我看著你和趙高總是不大一樣 小人一定向趙公公請教 精心侍奉王太后 請大王放心吧 丞相把糖喝了 早點歇息 今天甭呆好好休息休息 卻被落崖攪得又累了一天 王太后原本是我唯一最愛的女人 但現在我不能保護她 也許是我老了 力不從心了 我真後悔把落崖送到宮裡去 雖然她已經善了 可她的野心逐漸膨脹 王太后一定是被她拿住了 都怪我出了這個馊主意 你是好心 我就是怕落崖會壞了大事 那丞相為何還要留著這個隱患 我現在除掉她也沒有藉口 我在朝廷上定的事也不能無故出爾反爾 好在他們現在要出外遠行了 這樣可以讓宮裡清靜清靜 但願他們走得越遠越好 落崖 這顆夜明珠怎麼不帶走 她現在應該物歸原主了 那怎麼行 如今這寶珠只屬於你彭太后 這可是你身份的象征了 你若是不想要也不能還給她 我想永遠伺候你 應該賜給我吧 你除了貪色 還是個貪財之徒 我誰也不給 看到她 就能想起和不為在一起的時光 也行 你的就是我的 你怎麼一點臉皮都沒有 我連做男人的權利都給剝奪了 要臉皮有何用 當然了 公開的權利沒有了 私下的仍然一點不差 對吧太后 用無恥來懸崖自己的人 大概也只有你一個了 你要幹什麼 我又沒病 大王在想什麼 那麼入神 趙高 你是幾歲跑到秦國來的 小人九歲時雙親就已辞世 但是一個親戚把我帶到秦國 為了能混口飯吃便被閹割了 十多歲便入宮伺候秦王 小人有幸已經伺候了四代秦王 你想你的娘嗎 小人不敢 大王就是小人的父母 比親生父母還親 我讓你說心裡話 你真的不想你親娘 那當然想了 我娘真的疼我 出門怕碰著 吃飯怕噎著 那會兒家裡窮得沒糧食 我娘就把他碗裡的飯撥給我 她經常是幾天不近一粒米 不濕半勺羹 我娘她可憐 父親染上瘟疫死了 他就帶著我到處逃飯 終於一定不起 大王你幹什麼 你不必管我 今晚我要去陪陪母后 母后 母后 快起來 正兒來了 快點 母后 快點 快點 母后 母后 快點 母后 母后 孩兒今晚想陪陪母后 正兒 母后已睡 母后 明日就要離宮 王兒睡不著 想和母后說說話 母后 其實我不想讓你走 外面呢 進來吧 我 你現在 可是大王了 做事要果斷 不要捨不得母后離開你 你已經快長成大人了 王兒過去照顧母后不夠 今晚我來為你守夜 是 郑儿真的动事了 母后没有白养你 母后怎么胖的连肚子都起来了 是啊 母后不是病了吗 胸闷使得心情不好 胀气使得肚子变大 郑儿 所以才要出去住住啊 母后的闷气也太多了 肚子这么大了 这次去雍城 先把肚子的气给消了 否则就像要生孩子一样 是要彻底消消气 郑儿 你还是像过去一样完毕 你 还是回你宫里休息吧 身为大王 明日还要早朝 朝后还要授课习武 母后 今晚我想陪着你 因为母后要出远门 王儿想起了母后的养育之恩 przynaj福 杨儿 母后 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母后 今晚我要给你守夜 好 守吧 来 母后像过去那样哄着你睡觉 米子爸爸吃个饱 再给娃娃点上草 暖暖和和睡个觉 好梦做到大清早 暖和和眼睛 暖和队 暖和和地 暖和寒和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想动死我 这小子睡着了 我把他送回宫去吧 你轻点别吵醒他 这小子我太了解了 他一旦睡过去跟头死猪一样 绝不会醒他 对他听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王 大王 没看见大王醒了吗 还不快为大王更衣上朝 大王 昨晚我睡在母后那里 今晨为何睡在这里 小人不知 今早小人过来 大王你就睡在宫里 母后呢 王太后动身出发了 临行前她过来了 本想和大王告辞 见你正熟睡不醒 不便打扰 小人就走了 是母后不愿意打扰我 还是你不让她打扰本王 这小人没让她打扰大王 过来 大王 这是 我叫你过来 大王 小人有何过失 叫你过来竟敢违抗 把脸扬起来 让我看看你昨晚小母亲的哭笑 大王息怒 大王息怒 大王 大王 秦国将领只有战死沙场 只有战败而归的 你的窥败是秦军士气焕散 让六国耻笑本王无能 来人 推下去 斩了 大王息怒 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若战了樊将军 日后其他将领便不敢迎敌 再说 战了樊将军也于事无补 不如令派大军先解寒谷官之围 再图夺回失地 这次本王要亲自带兵出征 血血吃辱 寒谷官被围虽然形势紧迫 但朝中能征善战的将领大有人在 无需大王屈尊前往 让敌军效忧 朝中无人 自本王继位 六国便弃我年幼 特别是赵国更是有恃无恐 这次他敢为我寒谷官 本王就指教邯郸 彻底灭掉赵国 非要出这口恶气不可 大王要灭掉赵国 这可是件大事 应该精心策划 确保万无一失 赵高 在 宣旨下去 立刻上朝 王子被分为长安君 今又学业有成 可喜可贺 来 咱们再喝一杯 成交不胜酒力 免得回宫失态 引起嬴政的反感 对 待王子以后有了更大的出息 咱们再好好庆贺 哪怕是一醉方休 对 父王冰天过早 我从小就失宠 还能有什么出息 就是想为秦国出点力 我也是力不从心 你是先王长子 让位给正 你是够宽厚仁慈 这么多年来 你得到过什么好处 若不是正为了掩人耳目 恐怕连个长安君也不会封你 当年先王就不该废长力诱 华将军以后千万不要说废长力诱 我虽是先王长子 但虽母亲流落他乡多年 待我回宫 弟弟也被立为储君 只能怪我的命不好 事已多年不提也罢 王子是先王的嫡亲长子 将来秦国一定是王子的 来 来 来 这是紧急上朝的终生 又有什么急事了 众所周知 六国正是见我处在疲惫之时 合纵犯起 以赵国来施罪凶 将军将我函谷关围困 臣以为应先解函谷关之围 启禀大王丞相 解函谷之围并非难事 可要一鼓作气收复失地 却非易事 现被其的粮草自重也只够一个月 若要彻底击垮赵军 粮草还远远不够 诸位 我大秦国自本丞相一举灭掉东周 已经近十年没有打大仗了 为什么呢 为了让民众休养生息 让秦军养精蓄锐 让国家积攒实力 进而一举平定天下 然而前年至今重灾泛滥 梁氏连年欠收 已经拖住了我大秦国前进的步伐 让敌人兴灾乐祸 蠢蠢于动 因为我大秦软弱可欺啊 自本相辅佐先王起 就重新制定了律法 鼓励经商 使六国财富聚集秦帝 商股富家聚集在咸阳 他们均有万贯家财 而且囤积了大量粮草 应该鼓励他们慷慨地捐住出来 先以千金起步 两亿万贯为始 看他们所捐的多少 可以封侯家绝 四语天母 这样既不增加百姓的税负 又可以大大的扩除国库 更重要的是 可以及时的增援秦军 以及燃眉之急 丞相所言极是 臣以为 若想称霸天下 还需将兵器进行改造 长的粗大笨重 短的鞭长莫急 已落后其他六国 兵器必须改造 但要有利于进攻 而不是防守 秦军必须坚持丢盔卸甲的军制 鼓励将士轻装上阵 勇猛杀敌 大王意下如何 按重负的意思办 臣遵旨 宗爱卿 刚才所言均为本王之一 这次敌国进犯 正好给了我出师有名的机会 既然机会已经握在本王手中 那就绝不能放过 若想称霸天下 首先要从函谷关解围开始 谁愿前往营敌 打开通往中原的第一道屏障 不认识 陈远为帅 大王 陈远为驾 陈远为驾 大王 派谁解围不必着急 韩谷关一战 赵军也遭到重创 已无能力破我韩谷进犯关中 六国虽然和宗 但他们貌合神力外强中干 既然大王要从捷韩谷之危开始摧毁赵军 那么派谁前往也要经过身思熟虑之后再定 因为此事关乎到整个战局的命运 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容忘一点 好 不行 成交虽是我兄 但懦弱无能 带兵出征岂不成为儿戏 不行 长安军成交当然不是打仗的材料 论智慧和兵法都不能和大王媲美 但他毕竟在蔡泽那儿严习多年 胸怀抱负 也不实为一个人才 可他根本没有能力借韩谷官之为 大王言之有理 众父正是考虑到这点才让长安军为帅 不然他是你的兄长又是国家重臣 一个不善战的人若能守战告捷 不仅可以大大的增强和鼓舞秦军的士气 还能够让秦国的百姓更有凝聚力 道理对 可他毫无作战经验 若战败呢 再给他派上善战的武将辅佐便一定能打胜仗 派谁为将 王谨 蒙翁 不 这些有经验的老将 还有扩充疆域的更大使命 让华荣为将 华荣的性格泼了 有过大战的经验 而且与成绞的稳重相得益彰 再命蔡泽为军师 出谋划策 这样长安军成此大任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重复 我记得你最讨厌这些人 重复虽然不喜欢他们 但也不能拿大王的江山社稷开玩笑 成交毕竟是王兄 化荣是国戚 蔡泽为先朝元老这样的组合 不过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而且化荣早已官将武级 身为国戚 他已经毫无言辩 只有浴血奋战 而蔡泽一直怀才不遇 这次给他一个出山的机会 他一定会倾其全力 大王若还不放心 那再派个先锋 此人只要小勇善战即可 就让樊无欺领命 此人刚持了败仗 正追悔莫及 大王若命他戴罪立功 他一定会感恩戴德 如此圆满的搭配 大王你何乐而不为 这是谁的主意 当然是大王 这种人员搭配 这种人员搭配像是吕不韦的安排 当然是吕不韦的安排 正对吕不韦 言听既从都七八年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老夫觉得这里没有文章 这次围困韩武官的是赵国名将庞原 此人多谋善战 只怕我得是前去送死 老丞相 你怎么优柔夸端 那庞原算什么东西 上次若不是我军中断了粮草 将士饥饿难耐 本将军绝不会败在他的手下 老丞相 老丞相总是前怕狼后怕狐 反正账命以下 咱们还准备抗旨吗 先帅气出征再说 是啊 你们好不容易又得到了兵权 怎么能一怕庞原就放弃呢 我怕他 只要长安军一程令下 我立马撒将过去 阁下庞原的人头 我犯无欺 什么也不怕 行了 你们都别瞎吵了 这是我第一次被威仪重任 我们一定要击败赵军 解困韩国 建功立业 赢得信任 要让大王看看 我绝非 绝非无能之辈 查案局所言极是 我们正好将计就计 让大王给我们最好的人马 充足的粮草 还有新智的兵器 我就不信 这回我们还能再失败 对 救命 李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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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的都说是王国 请你赢成交华帅 好 对 郭伟大人不必担心 丞相 你是不是糊涂了 那成交一直受蔡泽影响 那华龙更是对你怀恨在心伺机谋反 你把五万贤军交给他们 不正是在养虎为患吗 郭伟大人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 华龙几次要加害本将都没有得逞 我也没有抓到他的证据 这些年来他们在朝中司机谋反的野心是始终没有死的 而且王兄成交和他们狼狈归剑 而老蔡泽一直咬牙挺到现在 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反而见长 现在彻底消灭他们的时机已到 郭伟大人 急不可施时不再来 丞相 你的意思是要欲擒故纵 我敢断言 只要他们出了咸阳城 就一定会在华阴一带安营扎寨谋反叛乱 郭伟大人 我给你备了二十万兵马 而他们只有五万 只要他们谋反已成定局 你便可率大军迅速平叛 到时候你只需要带着你的兵马 把这些叛军押回咸阳 这些叛军就大功告成了 王兄 此次出征非同小可 望你能胜利凯旋 谢大王 兄长绝不辜负大王的重处 出发 出发 你快上来 你不要命了 让他闹吧 别咬得跟个女娃娃似的 见不得风雨 就得像你爹一样 走南闯北四海归驾 你小的有福气 快点长大吧 长大了 天下就是你的了 你不要信口雌黄 是我的正儿在做天下 他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他不是你生的 你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可父亲有天壤之别 我不跟你争 等他们老二再生下来 两个人有了伴 长大了相互照应 不像你那个嬴政 有个哥哥还弄不到一块 我老矮料是如神 嬴政哥俩 早晚会反目成仇 刀兵相剑 不许你咒我的正儿 太后 太后 老公公 小人刚刚得知秦赵又交战了 大王派长安军成交 挂帅争敌去了 不幸被我言中了吧 他们兄弟俩之间的好戏就要开始了 我们已在华银战营两天了 不许你 韩国关近在咫尺 情况十分危急 一旦陷落 关中门户动不开 不能再等了 否则会一败涂地的 长安军 你就下令吧 我樊无欺明日便前往营敌 先把庞元的头拿下 然后直杀韩丹 再把赵王的头也揪下来 血洗我的心头耻辱 我把他招待在一起 班将军 我命你明日便帅 慢点 你这个草率下令会有灭顶之灾 灭顶之灾 你可是为何按摒不动 扎营在此吧 有何灭顶之灾 有本将军在 保你们胜利凯旋 班将军 休要胡言 你那庞元的手下败将 还有大言不惨 是我告诉你们 根本没有圣计可言 那是因为我上次 好了 那我们该如何解寒谷之围呢 解个屁为 才救性命难保了 此话怎讲 你必须知道 应正和李不韦 封你为帅的真正原因吗 当然知道 解寒谷之围 打开通往中原的屏障 你太天真了 你说是什么 就是趁此机会 除掉你这先王的长子 因为你身体里流的是同事的血液 放肆 竟敢说出如此大念不道之言 我与大王情同手足 一父所生 你怎能无端理解我兄弟之情呢 损害秦王的尊严 长安君 在下敢冒诛灭九族之险 尽此忠言 就是因为长安君与嬴政并非同一血脉 你才是先王的真正骨肉 而嬴政是李不韦和赵姬生下的野种 他们在话阴安营扎寨已经四天了 我们的二十万大军也以整装待发 丞相真是神机妙算 果然被你言中 你说成交愿意造反吗 反不反都不用他了 别忘了老蔡泽 他不会放弃这次良机的 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他不会把遗憾带到坟墓里去的 樊夫妻是个没头脑的武夫 定会跟着华蓉一起起哄 火上浇油 让他浇 火烧得越旺越好 下来我们还得商量如何勤住这帮小人 他们临行前我也安插了亲信 一出现反击 我立刻平派 国伟大人想得周到 你可派五万精兵去解寒谷官之为 不要让庞元钻了空子 其余的十五万兵马收拾这帮小人足够了 来 好 齐人太甚 竟敢偷梁换柱 毁我大齐万事积业 老丞相 此事当真 怪不得野种性情暴力 上次他竟扇了我二十几个耳光 我都给他记着呢 他装横跋扈极善猜译的尽头 怎么跟那个奸商吕不韦一模一样 可大王为何要分我为帅 难道他不怕我 他们表面上对你不错 方可长安君又是朝中重臣 可骨子里却把你恨得要命 你是先王的唯一子嗣 怎么能对他没有危险呢 秦王的宝座本来该属于你长焦 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想把你除掉 就派你这个从来没打过仗的人出征迎敌 且照顾人之手至于你死地 若以战败侥幸而归便可按一物军机之罪 你还能对你 长安君 反正你是死定了 在下的忠言进完了 请长安君发落 华将军 我已经被逼上绝路 现在全听你的 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长安君 你乃人孝贤命之人 又是先王唯一骨血 我们不枉你天理何在 多谢你们的信任和鼓励 若我真的铲除了嬴政和吕不韦 我要还你杨泉军的爵位 封你为国位 范将军继生三级 老丞相归附原职 起来 诸位 起来 可是诸位 现在该怎么办 再杀回咸阳 不妥 我们应该凭借长安军的号召力 就地招兵买马 扩充实力 再与所率的五万精兵会合 到那时再杀回咸阳 一举成功 好 就这么干了 我不恢复嬴市江山 我不杀了吕氏父子 我势不为人 那我房屋器就改了 先把嬴政的头揪下来 再把吕不韦的头揪下来 再把那个臭表的赵姬的头 你别急 赵姬不能杀 留给我妹妹 她还要油炸呢 要不然他们会怪我 这次出征的将帅军事可全是你安排的 我早就说过他们是一群草包 查安军至今没有增援寒谷 也不和朝廷联系 话容在当地大肆招兵买马 搜刮民财 扩充实力 闹得百姓鸡犬不宜 忠夫 你现在如何解释 大王莫急 成交是你兄长 表面忠厚仁义 但性格过于内向心理难测 如今帝为王兄为臣 加上身边还有一个耿耿于怀的菜泽山洞 有毛反之心也未可知 众夫也许有考虑不招之处 请大王见谅 赵高 小人在 赵命 命禅军火速解寒谷之围 若暗兵不动 一物军机斩首致罪 是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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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什么安排吗 大王已经发出诏命 众夫真为你感到自豪 你不认识了 一无军心 斩首治罪 看来嬴政一无兄弟之情 我早就说了 这次出征是个陷阱 以为四破脸皮是迟早的事 今天终于挑明了吧 看来我是没有退路了 就是有退路也不能走 难道你这个先王的子嗣 还要向吕氏王朝俯首称臣吗 太夫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该怎么办 成交 你要坚强要有振作 要有男人的度量 要有王者的气节 要为三十一代秦王祖先血洗尘入 我们的大业才刚刚开始 路还尝着呢 来 喝下这杯酒 算是壮情 不止 不止 长安郡 在下一江粮草被毒 净状劳力收鞭入伍 办事俱备 只等长安郡一车令下 我将冲锋陷阵 杀回咸阳 时机已经成熟 但还需要你一篇习文 布告秦国臣民 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同仇敌开 共讨奸贼 对 对 拿笔来 我要声讨这些奸贼 向他们宣战 写 秦王嫡嗣迎成交告臣民 传国要义在于正统继承 负宗罪恶 莫过以阴谋颠覆 今秦王政 并非先王嫡嗣 乃一届奸商吕不韦之子 今秦王嬴政并非先王嫡嗣 乃一届奸商吕不韦之子 如今秦国虽然姓赢 有朝一日必然姓吕 秦人将受奇耻大辱 社稷将威 人神共怒 我迎成交戏先王骨血 毅然举翼 剪除国贼嬴政和吕不韦 望臣民同仇敌态 为国效命 gjort总的 很適合 有人叹息 无瑟瑟人间 共鸣无惧 我梦梦一遍 五天西地 今生生不远 最爱的是你 好灯荡山河 难而大几 冷清清远了 女儿无趣 你和我一样 受尽委屈 不知道何时 与女女爱在一起 爱的是你 用不着我同意 爱的是你 跟别人拥有关系 爱的是你 爱的是你 说出有什么道理 爱的是你 用不着你的同意 爱的是你 跟别人拥有关系 爱的是你 把生命给了出去 爱的是你 把生命给了出去 爱的是你 爱的救助 爱的是你 爱的是你 对美的乌子 爱是你 感谢观看